大家好,我是小伟 今天呢,咱们继续说故事 这期故事的名字是《雪气》 俗话说,这商人重力是天经地义 但是如果以出卖诚信来换取营土小利 最终失去的不仅是生意 还有可能是生命 乾隆十八年盲重那天 安州千佛茶庄老板张安早起后 洗好了一壶千佛血压 正欲好好享受一番 突然听见门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过了一会儿,仆人来禀报 说京城陈大老板家的大管家送银子来了 张安听来是暗暗的赞叹 陈大老板果然守信 但是也太心急了 原本说好的下至过后来付款 不想小满节就来了 张安赶忙起身去营 仆人却说大管家放下银子已经走了 这怎么成,赶紧留住,好好款待 张安急忙就追了出去 只见大管家在前面边走边流泪 张安心中诧异 一边喊就一边追 大管家也不理他 到了安州河堤上 突然就纵身跃入了河中 一个渲窩就没了影 张安惊呼一声 瘫倒在地上 张安被仆人扶回家中 整整一天哭坐在那呆若木鸡 要说那陈的老板是文明天下的茶叶商 在京城开有最大的茶叶行 生意做到了乾隆爷那里 陈的老板与张安的生意往来 可以上诉到两人的祖辈那里 每年立下 陈的老板都要和他的大管家带着马队 不远千里的赶到安州 从张安的千佛茶庄 采购千佛茶叶和茶中极品 千佛后茶 对陈的老板来说 专程赶来安州 其实只是为了千佛后茶 那千佛血牙 只是烧带的生意 因为有了千佛后茶 他才可能做成皇帝的生意 也就是说 那千佛后茶是专供皇帝品尝的 后茶一盏 白银十万 说的就是千佛后茶的名贵 这千佛后茶 贵就贵在他的稀少 在安州唯有张安按照祖传的秘方 才能制得出来 但是产量极少 每年多不过一斤 少子二三两 这千佛山呀 多重山俊岭 用以制作千佛后茶的茶叶 出自千佛山特有的一种茶树 名叫芽茶树 此树生长在悬崖绝壁上 只靠雨露存活 所以树林千年 树干也不过酒杯粗细 每年春分过后 花草树木都开始绽放嫩芽 那芽茶树也不例外 每到此时 张安就背着一大口袋 尚好的秘苏果子进了山 直到清明才下来 怀中揣着的 就是那鲜嫩的芽茶 而张安是如何采的芽茶 一直是个谜 因为千佛山的悬崖峭壁 人根本无法靠近 曾经有人身上捆了绳索 要垂下山崖去采茶 结果摔了个粉身碎骨 这年骨雨时节 陈的老板就来了 依照惯例 两家先交易千佛厚茶 再交易千佛血牙 与往年相比 这一年的千佛血牙 橙色要好很多 陈的老板是非常的高兴 便多要了十几蛋 但他带的银子不够 于是就和张安约定好 下至过后 叫大管家送来余款 现在大管家是将余款送来了 可是一句话没说 就投合自尽了 这是为什么呢 张安思量了再三 决定立刻赶赴京城 探个究竟 张安赶到京城后 却听说陈的老板的茶叶行 已经关闭了 张安找到陈的老板的府邸 通报了姓名 求见陈的老板 谁知竟被下人骂作奸诈之辈 给轰了出来 无端的挨骂 张安感到十分的窝囊 想他张家 世代将那同手无期 货真价实 当做了金字的招牌 把信用二字 恃若生命 如今 竟然被人这般辱骂 心中自然是愤愤难平 于是 张安就高声的喊叫 求见陈的老板 要他给个说法 门开了 一个老仆人走了出来 回话说 陈的老板已经不在了 请他回去 不在了 张安是非常的惊恶 陈的老板已经被你的千佛吼茶给害死了 老仆人说着泪如雨下 张安是惊得差点跌倒在地上 老仆人告诉他 陈的老板将千佛吼茶带回京城后 赶紧送往了皇宫 乾隆皇帝得知千佛吼茶到了 十分欣喜 立即令人气上来品尝 谁知才一入口 乾隆皇帝就将茶盏摔了 一屋子的太监宫女 吓得是魂飞魄散 乾隆皇帝阴沉着脸 命人宣 陈的老板觐见 见了陈的老板 乾隆皇帝叫人将茶叶退还给他 怒斥道 朕也算是你们家的老主顾了 给你万两白银 你竟用这种野茶来欺瞒朕 只可惜 你祖辈的金字招牌被你给毁了 陈的老板沮丧的回到家中 亲自漆了一盏千佛厚茶 只尝了一口 立即哀叹不止 随即他叫来大管家 吩咐他尽快到安州和张安结了余款 然后让人关了茶一行 当天夜里 陈的老板就自尽了 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后 张安失魂露魄的回到安州 大病一场 半年后才好 病愈后 张安上了千佛山 大家都以为 他是去查看山上的牙茶长得怎么样了 未来年千佛厚茶做准备 半个月后 张安下了山 谁知道一下来又是大病一场 直到第二年经浙才好 第二年 眼见春分将至 采至千佛厚茶的时节快要到了 张安去了安州红盛糖果铺子 要了三十斤上好的密苏果子 约定春分那天交货 这红盛糖果铺子名号和千佛茶庄一样老 一样的享有圣誉 而且两家也不知道从哪一辈子就打起了交道 算是老交情了 春分到了 见张安还没有来取密苏果子 红盛老板就亲自送了过去 张安见状叫人摆下酒宴 说要与老友好好的喝几重 连着喝了几壶酒 红盛老板见张安还没有停壶霸展的意思 心里就想啊 这张安怎么成了贪杯之人 他不禁就有些担忧的劝道 老兄 你明日还要上千佛山采茶呢 今日喝这么多 你不怕误事吗 没成想 张安却叹息一声 没了猴子 我还采什么茶呀 你说什么 红盛老板是大惊 这张安呀 只是叹息 在安州 只有红盛老板知道张安制作千佛猴茶的秘密 千佛猴茶真名应该叫千佛猴茶 因为这茶叶都是猴子摘下来的 因为嫌猴茶这个名不好听 就改成了猴茶 红盛老板之所以知道这个秘密 是因为张安每年都要从他那里购买很多的秘俗果子 拿上千佛山喂猴子 作为交换 那些猴子在每年的春分清明两个时节里为他们从悬崖峭壁上采摘牙茶 这规矩世世代代传下来就成了铁打的契约 现在这契约毁了 张安叹息道 不知道那些猴子是怎么了 去年春分清明两个时节给他采摘的茶叶里边 几乎就没有牙茶 都是些平常的草茶野茶 因为他太相信猴子了 所以制作出来也没有品尝 直接卖给了京城茶商陈大老板 陈大老板因为太相信张安 也没有茶叶成色 直接送到了皇宫 当朝乾隆皇帝是位喝茶的高人 茶一入口就品出了他花万两银子购买的千佛厚茶 不过是野茶和草茶 他以为陈大老板故意欺骗自己 当堂一顿训斥 陈大老板自杀身亡后 与他同来安州购买茶叶的大管家 也认为自己疏于验货有失职责 感到万分的悔恨 于是就投何自尽了 张安说自己那场大病好了以后 去了千佛山上 将拿去喂猴子的秘苏果子里涂了毒药 猴子们争抢一空 结果全被毒死了 埋葬了那些猴子 张安准备跳下悬崖 可他感觉事情远远不会那么简单 说到这里 张安意味深长的看着洪盛老板 洪盛老板如坐针毡滔头大汗 张安叹息一声 针满酒杯 邀洪盛老板供饮 洪盛老板端着酒杯 手势颤抖不已 酒洒了一桌子 我想那猴子虽是畜生 但也深知买卖公平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绝无欺诈之心 更不懂得缺金短两 坑蒙拐骗 他们之所以给我野茶草茶 必定是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对 张安盯着洪盛老板 不再往下说了 洪盛老板哪里敢和张安对事 他根本做不下去了 张安站起来 从他送来的秘俗果子里 抓出来一把 放在桌子上 拿起一粒塞进了嘴里 嘎嘣嘎嘣的就吃了起来 吃完 张安说道 我父亲死的时候 一再嘱咐我 和猴子交易的秘俗果子 一定要在洪盛购买 只有洪盛的果子 最为正宗 不会产假 咱们两家做了多年的生意 没想到 我会毁在你的手里 洪盛老板听到这里 长叹一声 潸然泪下 他爹在去世的时候 专门将他叫到了跟前 不仅告诉了他 制作秘俗果子的秘方 还说了做生意的绝技 诚信 说只有诚信 才能使洪盛的金字招牌 永远正亮 洪盛的生意 才能千秋永传 制作秘俗果子的方法 我也知道一些 必须是上好的蜂蜜 上好的花生仁 核桃仁 芝麻 可是你 为什么 张安捂着胸口 赶到心中一阵脚痛 扶着桌子 只是喘息 当时上好的蜂蜜 花生核桃 价格太贵了 于是我就换成了普通的原料 我原以为那不过是猴子嘛 不会太计较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洪盛老板垂胸顿足 悔不当初 就在这时 张安从怀中抽出了一把刀子 猛的一下 刺进了自己胸口 顿时鲜血喷涌 洪盛老板大惊 忙上前将张安抱在了怀里 哭着道 你这是何必呀 张安 惨然一笑 断断续续的说道 只因你贪图一时的小便宜 毁了猴子 你 我 陈大老板 四家世代相传 铁打的契约 作为生意人 我已经失信于人 失信于猴 没了信意 又哪里能有生意 生意都没了 我又怎能狗活 说完 张安闭上了眼睛 洪盛老板从张安的胸口抽出了刀子 使劲的往自己的胸口一捅 烛光摇曳 一屋子的雪光 好了 朋友们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做生意确实是诚信为本 不能只顾着利益 做一些昧着良心的事 没了诚信 也就没有了把生意做长远的可能 做人也是这个道理 好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咱们下期见